大家好,这里是穷色几欲,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。 买房是不少人的人生目标,但对许多人来说, 特别是年轻族群多半没有买房的经验。 面对一辈子最大的开销,人们又常讨论买房的美角, 让不少朋友下手前容易焦虑紧张, 即使找了长辈来帮忙,还是生怕做错决定踩错坑。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,台湾房产平台House123执行长邱爱莉, 职业生涯经手破迁的物件,并把累积下来的经验, 写成买房人生客这本书。 本期影片就从这本书出发,分享邱爱莉买房的秘诀。 该如何设定买房计划? 所有人在买房前都会问到第一个问题, 那就是该不该买房? 书中提出三个常见的情境。 第一,针对当前租屋的朋友来说, 建议先试算房贷与租屋成本, 简单评笔是否该从备房租转为备房贷, 可以先不考虑其他因素, 单就每月的支出下去计算, 避免一堆加加减减的因素混到一起, 反而忽略了真正影响未来的金流。 第二,是衡量生活的稳定性。 做了买房这个动作, 很大程度会把生活圈与工作点定在一定范围, 也因此,如果生活与工作规划还不稳定, 就未必急着买房定居。 反之如果一切稳定, 那就适合考虑买房。 第三,是基于理财上的考量。 以台湾来说, 不少人把买房当成强迫储蓄的手段, 但若本身有其他投资理财途径, 或许就不需要急着买房, 除非将此视为资产配置的其中一个部位。 这三点十分粗浅, 买房是个更加复杂的议题, 也牵涉到个人对自我的期许。 有些人大笑开始, 就期待拥有自己的弃生之所, 那买房的议题就涉及到人生圆梦, 背后有更加主观的脉络存在。 无论如何, 既然决定要买房, 那就来到下一个课题, 如何评估可负担物件的价位。 第一步要估算每月可负担的还款上限。 专家一般建议, 房贷不要超过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, 也因此, 我们就拿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回推为房屋总价, 再根据这个金额, 找寻市场上合适的物件。 这步骤会牵涉到许多抉择, 预售、新城屋、中古屋、电梯大楼、华夏或公寓、 距离捷运站远近等等, 诸多考量都在这个时间点爆发。 到了这个阶段, 不少人开始意识到, 理想中的置产地点贵到哪里进场, 这时就要从交通、 坪数与屋林等条件来做取舍, 而在台湾几大城市, 还有一种常见的字要选择, 那就是小房跟老屋。 在寸土寸金的台湾大都市, 许多建商推出小宅产品, 以低总价吸引买气。 光是2024上半年的台北市, 整体房产的交易记录中, 每三间就有一间是25平以下的小宅。 对此本书给出建议, 小宅可以买, 但在被低总价冲昏头的同时, 务必考虑四大重点。 第一,室内空间是否够用。 第二,每层的户数会不会太多。 第三,每瓶单价是否合理。 第四,则是银行核贷条件。 以实物经验来说, 不含车位的建物存状, 如果小于15平, 就可能被银行判定为套房, 贷款条件相对较差。 相对之下, 老房也是一个省钱的入住选择, 但老房没缴更多, 首要之物就是选对地点, 这牵涉到土地价值, 更影响银行核贷。 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结构安全性的问题, 基于未来潜在的换屋考量, 还要思考脱手的难易度。 购屋前要先调查该地区, 买家对屋林的接受程度, 比如双北平均屋林偏高, 人们乐意买, 但出了外线是, 对老屋的接受度就低, 有些老屋条件不够好, 甚至连流动性都很差。 从开头到现在, 我们反复提到一句话, 银行的核贷条件, 而这正是许多手购族, 购屋前完全忽略的重点。 由于银行核贷看的不只是房产价值, 还很注重贷款人的偿还能力, 因此想要拿到更好的条件, 必须在贷款前, 花时间努力优化自己的财务状况, 确保拥有更完整的收入记录, 存着余额最好能稳定成长, 信用卡费必须按时矫情, 购屋前一年避免申请信贷。 买房不用一次到位, 我们身边常有想买房的朋友, 一直自认无法负担理想的物件, 因此迟迟不敢下手, 但这其实是手购族最常见的迷思。 台湾社会上存在买房一步到位的观点, 这跟过往的房价变化有关, 在房价多段冲高之前的台北市, 前人可能牙一咬, 就能买到住一辈子的房, 但目前房价所谓极高, 人均收入持平, 对大多数购屋族来说, 要想一步到位, 可能等到底都判不来买点, 也因此早点进入市场, 先卡位买房再以屋换屋, 变成了比较理性的做法。 至于该如何制定计划, 一步步换到更理想的目标, 除了堆高收入累积资产之外, 还要考量地点增值于法规, 而这本书便以法规作为出发点, 建议先设定六年作为换屋周期, 这是因为台湾税制规定, 自住房地持有并涉及满六年, 之后换屋卖房即使有增值, 也能拥有400万免税额度。 说到增值, 台湾房市还有一个热门焦点, 重化区的新建案, 撇除这几年过热的房市不说, 如果看到历史资料, 入主重化区本身其实相对复杂, 背后存在三大因素, 第一,源自重化区本局上的生命周期, 从真地构地,规划申请, 话题炒作到房价修正, 再到话题二度发酵, 带动房价标高, 接着等到建设落成, 实际入住率还会考验价格的支撑力道, 因此人们常用灰姑娘理论, 描述重化区的价格走势, 就好比灰姑娘从反人变成王妃, 中间经历无数波折与风险, 买家必须先做好, 房价多年盘整的心理准备。 第二大因素, 源自腹地的大小, 当重化区的腹地太小, 便难创造完整的生活机能条件, 通常只能依靠附近的旧市区书写, 进而影响房价发展, 但如果腹地太大, 在房价盘整阶段, 经常出现较大的卖压, 拉长整个盘整时间。 最后一个因素, 在于重化区的机能性, 多数重化区的发展初期, 基本就像是空城, 抢先入住的买家, 除了要接受不完备的生活机能, 还要避免买到价格虚高的新房, 也因此本书建议, 在重化区发展初期, 买入新屋的取得价格, 不该超过附近商圈的房价天花板。 如何看房和溢价? 简单梳理买屋的交易流程, 第一步看屋, 下一步出价, 接着便是溢价供房, 之后才是签约交易过户贷款, 最后则是燕屋交屋, 而本书提出了八个看房重点, 第一,格局的方正程度, 第二,客厅房间浴室有无开窗, 第三,洞具是否足够, 第四,采光是否充足, 第五,有无漏水或裂缝填补痕迹, 第六,楼高是否过矮, 第七,社区管理品质, 与最后一点封税。 然而,除了极小数高净值人士, 多数人买房都得跟缺点妥协, 也因此本书建议在看房时, 系统性列出物件的优缺点, 接着评估自己对各点的重视程度, 哪些缺点可以改善, 要花多少成本来消除, 反之如果缺点真触及底线, 那就千万不要勉强买房。 而最后的关键溢价, 这真的没有固定的做法, 本书有详细介绍一些操作手段,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借来翻阅, 看看自己适合哪些方式。 总结来说, 买房一回生二回熟, 没经验就该多做功课, 多看多问绝对没错, 市场很大, 错过的物件再找还有, 但如果踩坑想要爬起, 就可能得承担巨大的损失。 好了, 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,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,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, 喜欢我们的话,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,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军贴图,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, 期待你的加入, 拜拜。 请不吝点赞,